哎呦!我發現有一個城堡 今天啊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 就是我早上有去參加一個 每個月的那個他們叫做Mindthirty Walk 它就是也是一種 Mindthirty Walk的團體 然後它是一個戶外的活動 那今天就是很妙因為 Vancouver就是大家講的Rancouver 就是會一直下來 然後我們在活動期間當中 就是一直下雨沒有聽過 然後結束的時候就好天氣 因為本來有12個人會到 然後跟那個Native Speaker 會有一些對話 但是因為下雨嘛 所以大家都可能就沒有來 所以就只有我一個人 好那現在結束了 其實我一直想要試試看我這個好朋友 就是他 他其實就是那個空拍機的一部分 然後要給他拆下來 那其實我之前就想試 但是一直都沒有機會出來 因為 你知道真的是每次想要出來拍 他就下雨 所以 趁這個時候 看看他的穩定度夠不夠 然後我會試試看跑的 那基本上我現在走路的時候都會 有這種就是抖動 但是他就是會有那一種 就我講的穩定度夠的話 他畫面就會變得很平順 很好看 如果啊就是之後有朋友想要 要我幫他拍他跑步的樣子 我覺得我可以 就是我可以用這個幫你 就是跟拍一下 但是其實只有距離要有限制 不要說什麼 5公里啊 10公里 那我沒辦法 這個東西也可以拍狗 就是其實我想像中 就是很多像動態的話 都可以試試看 然後最讓我興奮的就是 大家看到這個 因為他們這邊真的有很多這種 沙灘公園 對 沙灘公園 那基本上這個公園 他的名字我忘記了 那我就回去再找一下 然後我有問一下 就是剛剛那個當地人 對 然後他是說 這邊應該可以使用空拍機 好啦 大家就拭目以待 空拍的畫面 在這裡 我們喜歡的 還是要拍攝 你找到了嗎